槟城八名涉嫌报假案和协助犯人逃走的落网警员将被严厉对付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诺拉西星期二出席已向开斋节活动后强调 警方绝不姑息养奸 即便是由警员上司涉案也一并受对付 如果有警员我们会用警员的行动 我们也会用警员的行动 所以我们没有公共同事件 我们要确定它成为警员和警员的行动 但是八人被掌控了 八人被掌控了是否被掌控了 全部有关系我们被掌控了 然后我们被掌控了 诺拉西证实逃跑的嫌犯目前还身在国内 他也表示警方手头上已经掌握不少证据 有信心在短期内结案